EA班的郑佳凯出来演讲 大会主席,各位评判老师 各位老师以及我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唱歌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大家一听到我唱的歌曲 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一定是和青花有关的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快乐的青花 这里里有个小屋 它的墙是红色的 外是绿色的 窗是金黄色的 太阳照在上面 亮堂堂的 小屋里面有个大浴缸 浴缸里剩满了水 一只可爱的小青花 在浴缸里洗澡 它一边洗一边唱 呱呱呱 我是快乐的青花 小青花 在浴缸里的水干净了 从村主问到 大浴缸里的水干净了 就是来自附近的水干净了 小青花快乐的回答 那我想洗个澡 行吗 小青花是 从村主问行 呱呱 一起来洗吧 让我要洗一洗 小青花看到了 它也要洗澡 来来 大家一起来 小青花欢迎大家 让我也要洗个澡 河马走过来的 快了吧 小青花边说 边跳了跳 河马跨住了一缸里 哗啦啦 水桶一缸里涌了出来 弄得满地都是水 小青花拉着和你们说 没关系 我们一起到屋外的祥和里 剃起来吧 疑似 谁都没生气 一块儿 高高兴兴的 出去洗澡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自知 有乐器 要分享 大家要分享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